从前三手拿下来的话 我们会感觉 Misfez这种也太扎实了吧 刀妹加猪妹 辅助还是个太坦 中也很强势的一个对抗组合 就可能会觉得 Misfez这边觉得 就是自己的一个 是吧 就是选手的一个实力和状态 可能和GQ有一定差距 就遮上对面的话 我们会觉得 哇 这边右边也太强了吧 对 就我们就强行 用这个英雄的一些 克制优势 克制关系去弥补 但就看到因为 Grayla 第二Grayla也是 之前不是有提到过吗 对 之前LAC发了一个推特 发起了一个推特 就说评选出你们心中 最棒的EU赛区的 就是LAC赛区的一个辅助选手 是 有很多的一个讨论 但是最后我们看到 Ben是留言了一条 放到点赞Grayla 就是觉得 他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辅助 我觉得是奶爸 奶爸是最赞的 也是可以看出之前 两位选手都是在LCK效力过吗 没错 所以感情应该也是比较深厚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Ben来说的话 他也是真心地认为 奶爸确实是他认为 LAC里面最强的辅助 没错 那其实这局上路搬掉 凯南话 Niko应该是 可能会去放到一个上路 就给到Vonder 看一下最后 因为他这局 我觉得应该是要打对线了 看一下AD AD还有什么很好选择吗 卢西安是在的 卢西安被搬掉 卢西安最后一手被搬掉了 对 其实配Yumi这边的话 比较好的之前有 这个卢子妈 有卢西安有EZ 卢子妈都拿掉了 还有一个EZ EZ的话感觉对线强度跟不上 是 我觉得这也是 Mistface自己在考虑的 就是我先把最强势 最不想看到卢西安先搬掉 那我自己拿了卢子妈以后 只给你一个EZ 你要不要选 对 你选的话 你就会对线 就是很弱很软 但是不容易被杀 那这局肯定 GQ的话就会转型去 打一个正上野 维恩吗 维恩我觉得不会 锁下来了 我刚才说维恩我觉得不会 但是维恩配合Yumi前期 是不是有点太过弱了 维恩就不是一个 打线的一个英雄 是的 这太自信了 Paris可能对于 是吧 这个维恩的一个 大家都心里清楚 就是可能非常自信这方面 卡牌的话 给到很好的一个志愿性 想要什么 因为你大概率面临的是 一个刀妹和鳄鱼 我觉得卡牌 刚才说如果选卡牌的话 这个阵容太脆了 而且容错率太低太低了 那其实这一局的话 上中也都是有一个 对线不会虚对面 因为你毕竟面对的是 一个刀妹加上猪妹 这样的组合 你没有任何人能说是 去和他们 一定吻压他们一头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是的 但只能说不虚 因为毕竟鳄鱼 打刀妹是一个 刀妹的一个效果 这边G2也是 直接会拿鳄鱼 去刀妹这条线了 但是反观 Misface这边的话 也是由于说 这边自己的阵容 前四手拿下太缺AP了 所以说他只能在最后一手 补充一手吸血鬼 但是吸血鬼在上路 面对妮可的情况下 前面是会一直被妮可压的 对 他的发育其实是会受到限制的 这局可能撑不到 所谓的一个吸血鬼的强势器 对 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你看前四手 炸一盘特别扎实 什么都不缺 其实伤害什么都不缺 唯一缺点AP伤害 他们这局最符合的是谁 最符合的是一个 是可能就是上路一个 带双山暗影的一个妮可 但其实这局 他们没得选了 要么就是凯南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上路 拿一个卡尔玛也挺强的 拿卡尔玛 如果说卡尔玛没被扳的情况下 可以 就假设卡尔玛没被扳 他们这种上路拿着卡尔玛 他们就感觉挺强的 有追击能力什么都不缺 对 但是最后还是马后炮了一下 对 但其实这一局就看G2这个阵容 他拿到一个维恩加上尤玛 我觉得这下路 对线其实真不好打 除非选手太自信 这边也是看到熟悉的面孔 Caps爸爸 Caps爸爸 今天有buff加成了 一如既往地在支持 Caps要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操作 操作型卡卡尔玛的一个状态 是的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自己也是 最早我熟知卡尔玛就是 凭借他的一个刀妹 以及亚索这种操 还有瑞兹 对 操作型的中单 他真的玩得特别棒 卡尔玛是我们公认的 就是操作型的中单里面 比较顶尖的 对 欧洲天才少年 也是全明星赛的一个 solo queen的一个得主 是 而且最难的的是我觉得 自己在前面努力的时候 爸爸每一场都会来现场 去给到这个支持 我觉得是 也算是一种动力 没错 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这一局 召唤师峡谷的一个见面 蓝色方式 绝对有红色方式 没费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再说一次 要是遮上这个队名的话 我真的觉得 左边这阵容 没有办法打右边这个阵容 其实我也这样觉得 因为就是主要 其实上中也还好 下路对线 维恩加优秘 这个真的有点弱呀 是的 因为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维恩的话 开启的一个终极时刻的情况下 是一个 走走闪打的一个情况 但你优秘其实是很吃那种 还好吧 就配合上 模拟中章的话 还是有一定控制效果 是的 而且Mr.Face这边的下路组 要是配合打野来gank的话 基本上是一抓一个准 而且他好自信 他还带了一个强弓 我觉得 如果换我的话 我被迫拿到这样组合 我一定带迅捷步伐 线上去续航 但是我觉得维恩 你不带强弓 太没有灵魂了 你懂吗 没有灵魂 你线上怎么办 你面对对方一个轮子吗 加上一个泰坦 真的 你勾一个 就是满一送二的一个情况 确实这个维恩 我觉得选的 这个地方 冯子是变形成了维恩过来 一级选了个一级能拉了一下 就骚扰你嘛 拼惩接的时刻到了 这红buff要回血了 红buff回血了 红buff走了 但这个位置 好像Leader想过来继续看一下 看到了一个Wonder Want在草里 还要怎么 你这被白转平A 是的 朱妹这边一级 应该是选了个E技能的 那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会比较强一些的 闪现过来 要配合自己的E技能 打出这套伤害了 最后Yankos没有 交出闪现 拉开距离了 那其实这一步还说 还真不亏 我刚才说没有退路 然后发现它 闪现拉开了距离 这里是做了一个换线 是把吸血鬼 哨子吸血鬼 放到中路去了 上路让刀妹和Niko 去进行一个对线 这里一个勾到了猫咪 猫咪再次 直接进入到 PERS的一个身体内 是的 确实如果说 连打带挡的一个效果 确实有点bug 确实如果说 刀妹放到中路的话 是被鳄鱼counter的 那吸血鬼放到上路 又是被Nikocounter的 如果说换了一下线的话 确实也还不错 因为刀妹是在线上 是有机会去单杀Niko的 但是中路其实吸血鬼 就保证发育情况的话 控制好距离 就要控制好距离 吸血鬼前面 也不怎么好打鳄鱼 他只能控制好距离 他就控制好距离 发育就行了 但Niko这局 风策是带了一个强攻的 这个是要走AD流的一个Niko 就是要压你的 结果感觉刚才 可能Miss Face自己也没有搞懂 为什么对面会感动轻 杀了一个回马枪 但是Soul触发了一个 向外募充一个效果 有加多危险 直接闪现 W 同时配合上一发 暴君狂击 是直接转死了吸血鬼 同时镜头转到 下路这边是闪现 A了一下 但是有配合点燃 没有办法能 急杀掉对方的一个perks 这我还是觉得 一集团内波 打了一个回马枪 是的 一集团内波 你觉得是不是Miss Face 自己有点懵 为什么对方这两个人 敢入侵我的野区 但最后其实 你看到吧 就是打了 塞拉斯一个闪现 但自己交两个闪现 还有点小转 上过去边 有点想越塔 阴住了 有机会吗 再一发Q技能 二段一走人 哇 鳄鱼这一步 太爽了吧 嫂子赶过来 想去侦测一下 但是应该是没有办法 能打断 反而自己的位置 是不是有点危险了 在这个位置 对方要被留吗 只有三级 其实 确实 其实这把这样 换线的话 对于嫂子来说 有点难受的 因为她对阵鳄鱼的情况下 她前期会很难受 而且平时一般正常的吸血鬼 到了三级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危险 她是可以不学W 不学血池的 她是可以学两级Q的 但是这把 在面对鳄鱼的情况下 你只能去被迫学一个W 对 她被迫学了一个W 她W之前交了之后 就当场原地暴毙了 这个没有办法 被卡了一个机会 来看一下 上路这波 是鳄鱼直接踢过来 保了这个小兵 过来强行要杀 但刀妹还要我回走了 毕竟前方也有小兵 这个地方必须要我回走一下 其实第一时间 如果刀妹想走的话 是可以走 但是她可以看到自己塔下 很多小兵她不想走 她觉得有机会去操作一下 但她其实走的话 毕竟鳄鱼有两端一接近的话 刀妹没有闪现 就我觉得 其实走的可能性 就还是有被击杀的一个风险 还在这个地方 麦斯罗也过来了 看到泰坦的一个身影 但是兵有点多 没有特别好的角度能勾到 这波兵要回推的呀 这波兵要回推的 看PES有没有这个意识 如果猪妹先手顶到的话 她可能就要交闪现了 把兵器要稍微卡一下 要过去了吗 泰坦这一勾 有没有机会 围那个位置 一勾勾到了 在小兵从中是勾到了 围那个位置 给上一个勇动之力的效果 PES能走吗 猫咪再过来帮忙挡一下 给上一个回旋之刃 中路是在环球单杀 因为之前血鬼 已经到上路去补线了 所以必须再做一波换线 那这个地方 CAP操作起来了 可能是爸爸在的原因 感觉 他进化了 MISS PES这把 把自己玩得有点崩 来看一下中路 这一波皇城PK 双方一个5级 一个4级 直接一个暴军狂击 红路的暴军狂击 配合上一把评议 收掉了刀妹的一个人头 他是杀完刀妹以后 才升到6级的 所以说跟大招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感觉 现在MISS PES这个换线 反而是把自己 换得有点崩 现在鳄鱼 CAP在中路拿到 3-0-0的这个战绩以后 他面对刀妹 是丝毫不虚的 并且他这个英雄 还是小康的刀妹的 没错 那现在提阿玛特 做出来的话 推线的一个游走能力 更强 对于边路的一个 辐射作用 会显得更为突出 现在LIDER 再把线换过来 LIDER又换到上路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要么你就一开始 就别换 你就让去打这个 劣势对线 让猪妹去帮助 刀妹建立优势 否则你这样换来换去 把自己对线搞崩了 反而还让猪妹 没有办法能帮助到中路 去跟刀妹建立起 一个比较好的体系 他们本来想的是 吸血鬼打 就是打妮可是劣势 刀妹打鳄鱼是劣势 那现在换过来的话 吸血鬼打鳄鱼是 较大劣势 那刀妹打妮可的话 是有机会的劣势 那我觉得 跟大家就换一下呗 但是没想到这样一换 两边连续来提款了 吸血鬼送完 刀妹送 刀妹送完 再来送一个 而且看到Caps 也是穷追不舍 我要跟你LIDER 到天涯海角 但这里很激进 也是利用自己的一个连挡 带挡 是出来挡住了 泰坦一勾 这里潜着强弩 是二段 留到了泰坦的一个位置 葛瑞拉直接 交代在了Pulse的 一个圣银巨弩下面 是的 Pulse拿到这个人头 也是打消了 之前我们对他们的担忧 就是VN这个英雄 可能线上 包括佩克优美 会比较弱的这个疑虑 但是Caps 现在这个点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扫子你敢过来吗 直接交血池了 你敢 直接血池了 这个 有想法吗 我觉得Caps有想法 有机会动手的呀 这里红怒攒满了 开始磕血瓶了 只磨一下塔皮 又一波小兵过来 想要打吗 直接W连住 暴军狂牵打一套 二段一直接带 直接连走 我觉得第一时间Caps 是不是没有大招啊 他刚才 其实那个地方 想杀还是有点困难的 哎 下路又打了 开起来终极时刻 有一个 天哪 这里 Leader又被抓到了 现在G2全线的节奏起飞啊 下路感觉Hans Summer 这边已经有点着急了 跟威恩皇城PK 反而是被威恩 直接三环打出来 然后击杀掉了 这期游戏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结束了 是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了 下路 你一个轮子妈 加上泰坦 你被威恩和优米 一直压着打 现在威恩两个人头 然后养出了一个巨无霸鳄鱼 而且可以看到 中上的这个对线上面的 捕刀 鳄鱼是领先 刀灭30刀 然后中路这边 也是领先了20刀 你看对 就是纯对线 对线期的一个经济 他打出来了 还是有人头 入账6个嘛 打出了4000块钱的一个差距 是的 没有拿防御塔呀 只拿了一下肚层啊 再来看一下中路的这一波 是怎么产生的 在这个位置 双方都在很平稳地捕刀 反而是 凶上来 有想法 给到了Wonder这边一个机会 Wonder是有大招吗 这直接闪现 Q闪怒放吗 难道也是利用大招去配合 他一闪怒放 他直接过来怒放 给到进口就没办法了 摩点冲张过来 但是羊子也是 其人知道窃取到了 泰坦的一个大招 没有后续跟紧 是的 现在这个时间 才9分钟16秒 经济是拉开的比较多 是拉开了4000块钱 对 其实现在很难打了 这个局面 Misfits现在是完全没有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打 我们之前说其实很扎实 没错 但他们这个阵容不能打烈士 他们偷不住 他们烈士 他们太吃装备了 各个点都吃装备 我还是觉得前期 猪妹这个点 他其实是一定要配合 刀妹去进行Gank的 但是这把 由于自己的换线 没有办法能很好的 配合刀妹去那条路 去进行Gank 这一点是比较伤的 而且猪妹几拨去下路尝试 并没有取得比较不错的效果 我觉得还不如就 刀妹是吧 就一直放中路和 对 就猪妹多来嘛 是吧 连体连体就行了 对 那这怎么办 因为吸血鬼无论你去打Niko 还是打鳄鱼 都是烈士 对啊 你就让吸血鬼去上路 然后你刀妹在中路 打鳄鱼 稍微处一点小烈士 但是你在中路 是可以配合 这帮又留到了 直接给上一个大招 先知道 先去刀子 太胆了一个大招 我感觉刀妹又要交代 在这里了 Leader难受啊 心里 感觉这一把 没有特别好的发挥空间 并且一直被G2 去找到机会 现在已经是一个 7-0的一个梦幻开局 造手不敢过来 是只能远处的 吃一下兵线 现在G2整体的经济 领先已经比较大了 而且现在这几个节点 这几个位置 在接下来时间节点里面 他们是可以发挥出 比较不错的优势的 因为鳄鱼这个点 他其实算是滚雪球能力 很强的一个英雄 那Caps也算是一个操作 比较强势的玩家 所以他是可以一直去利用 鳄鱼线的优势 去帮助队友去建立优势的 没错 风龙可能大家都不太想要 但这个霞虎先锋 大家又换线了 把下路收人组换到上路来 其实没有意义啊 这个你吸血鬼面对对方 一个手长的维恩 这不是手长了 就现在一个发育良好的维恩 他是攻速鞋 加上一个小破败的一个出装 我感觉Miss Freeze在玩那个 在玩那个控制变量法 就是我先换到上路 我试一下 不太好打 我再换一下 好像也不行 那再换一下 但是这个位置 朱妹有点危险 闪现 很激进 这边闪现 Missie是直接闪现躲掉了 他不是闪现 他是那个利用 利用自己的一个被动 连打带挡 是规避掉了 朱妹的一个大招 这边是直接回到了 队友的身上 对 我感觉这一波好像 已经有点着急了 对Missie来说 他自己朱妹在那个位置 闪现 放大招给一个优密 我觉得是不太 不切实际的 他除非在空中 能把优密打下来 不然都是没有机会的 那这个霞谷 这里还要过来换血 两边都有回复能力 其实还真不好说 什么时候 一个威恩演员 欺负吸血鬼了 关键这个吸血鬼发育的 有点尴尬 他出了一个护臂 然后一个燃烧宝石在手里 这里还要过来换吗 马上红路 这个 霞谷旋风是给到猫咪身上 要去破一下上路的一个伊塔吗 截到现在为止的话 杜藤结束的时间还有一分半钟 所以 对于G2来说 要扩大优势 还是SHV解放大招了 出发了一个小猫猛冲 还有一口红性能吸到 这里是 Shan'R在利用自己的一个秒表 规避掉一个伤害 远处亮几个TP 开启一个终极时刻 还在笑Pers有机会吗 这里 中将来得非常快 绽放出一个怒放 带着猫咪 但是远处 鳄鱼是杀掉了吸血鬼 有一口凯旋 给到风头 回了起来 尽管说Misfits这一波队友支援得非常快 但是Caps下来的这个位置 导致嫂子没有太好的办法去进行逃脱了 鳄鱼同时在TP到上路 可以把上路的1塔直接给推掉 刚才Pers其实也是 应该是一闪 还是闪一失误了 没有能一到墙上 他那个位置调整的来不及了 可能手速太快 对 他位置调整来不及了 他应该是一闪过去 他要么就是再往下面一点 推到墙上 但是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 他必须在那个时间点做出判断 Caps自己在上路又拿了 第一做了这个塔 包括中路放出狭雾先锋以后 还是能在14分钟之前把中路塔推掉 这个人他不做黑切了 他直接青龙刀了 是的 毕竟优势太大了 现在鳄鱼基本上都会直接出青龙刀 来看一下经济 可以看到的是 Caps这边已经7100了 他领先Pers都领先 1900块钱 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曲线 除了猫咪在最下面以外 其他四个人都保持领先 没有办法呀 他拍的笑挺开心的 那肯定你8-0领先的时候笑得不开心吗 老开心了 我看这里 这个规避掉了吗 伤害没有规避掉其实 但他走位走到小兵丛中 来导致这个新兴的伤害 对 没有被血鬼一倒 后续这边形成保持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虽然说是只有一个TP落下来 但是还带了一个猫咪 并且远处的话 吸尔鬼是被鳄鱼给粘住了 太坦是 鬼老师静止走过来 看都没有看扫子一眼 他其实如果勾上去的话 还是 有机会 有机会 我觉得没机会 因为鳄鱼它是第一段异异过去 如果他勾到的话 他还是能第二段异再异到身边 这个地方 两边都是没有视野存在的呀 但我们还是再来分析一下 MISS FACE这边这个阵容 虽然比较不错 但是到目前为止 因为落后的太多了 他们必须要让 刀妹跟轮子马这两个点肥起来 包括吸尔鬼 这三个点都要肥起来 他们才能去翻盘比赛 肥不起来呀 你看现在刀妹的一个装备 它距离三项还要太久 吸尔鬼是出的一身的一个杂牌装 它追求减CD 但它又必须做一个护币出来 它可能第一件成装是金身 这张一个CAMS CAMS开几个大招 四人包夹 有机会吗 CAMS能走吗 后续猪妹再次给出一个大招 比刀拉到 这里有机会吗 原地W的一个眩晕效果 只晕到了一个刀妹 但是人头是被太坦拿下来 这个人头拿的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受益 MISS FACE这边是集结的 四个人的力量 强行要杀CAMS 丢掉了自己中路的二塔 但是这个人头被太坦拿到 确实我觉得有一点 没有意义 对 没有太大意义 摩鱼飞弹过来想要流测 断男在一旁虎视眈眈 前里强路勾过去 这时候如果能给到 轮子妈或者Leader这边的话 我就会比较合理一些 只要不给太坦 给出妹都可以接受 清一下线 因为给出妹的话 可以增加一定 就是她现在有减CB 可以更好去找机会 而且坦度也能更好一些 给到太坦的话 真的没必要了 因为太坦你再给她 给她吃多少经济 她现在装备 不会有太多的一个 质变的一个发生 因为太坦她主要的作用 还是在团战里面 放个大招 去勾一下人 打个控制效果 她只要能A到A出两次 给出一个大招 或者然后E技能 可以减速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 直接过墙走人 再利用一个Q技能 做一段位移 也是由于前期烈士 想过来放视野 很果断 吃了视野的推 算难过来 还要反一下这组F6 猪妹手里大招是没有的 猪妹只能看着被反掉 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这是我的F6 你别想动 好 等你动吧 可以看到刚才三个人 躲在那个草里 看着对方反 没有办法 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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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 给了 大气点 猪妹说我就看看 我就看看 我就看看 那我和我的F6 再多待一会儿 但下路的话 Kaps也是单人推掉制度 防御她 Kaps的这个装备 还要做黑切 青龙刀加黑切 Kaps还是有想法的 黑色的话 其实也算是个于一个 比较关键的装备了 现在主要比较优先 就来下路这边 这里有点不讲道理 会强行留人 也是仗着自家的队友 就在后面 在这里 这个猪妹是保护刀妹 去推一下上路的塔 但是殊不知的是 对方G2 根本没想要这个塔 他想要的是下路这个二塔 墨鱼飞弹 没有打到 这个星星绽放 ZOZ ZOZ现在装备 只有一个金身 他第一件果然是一个金身出来 那这个中央上路出来的话 其实对他的伤害 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 继续推进下路的二塔 ZF这边只能选择 让Leader去换上路的一塔 进行资源的互换 在陷入猎势的时候 在进行资源的互换 是最好的止损方式 而且尤其是给到这样 给到刀妹嘛 但是感觉 逃到中备的一个大招 吸血鬼要开吗 直接大招清兵 留一下 但吸血鬼没有大招的话 下一波怎么办 吸血鬼已经两次 用大招进行清线 脱扯时间 给到Leader进行 编路的分带了 但是可以看到是 你可马上扬刀出来了呀 即使把上路这些塔 推掉以后 G2这边其实也没有 损失太多东西 而且压力依然 还是给到了 Misfice这边 好在的是 这场的话 龙的属性刷的 比较的温和一些 所以Misfice没有那么难受 如果这把直接刷火和 土龙的话 感觉现在G2已经 具备着一会儿 大龙刷清以后 可以直接抓血能力的 这个地方是抓到了一个 骚子 骚子交出自己的一个血池 但是没有办法触发 相互猛冲的效果 时间已经过掉了 交出一个闪现 但还是被定在原地 好在是G2没有做 更深入的一个追击 是 因为也知道对方 可能后面有人 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只能去退一下 打一个闪就行了 打一个闪 打个闪不亏 是 现在赛拉斯同时 也在上路进行代线 在兵线上面G2 是一直在给Misfice压力的 那从装备上面来说的话 下一波团战 其实猪妹包括 轮子妈和泰坦 是有秒表的 这三个人 是有个保命技能的 那反观G2这边的话 可能只能依赖 算男这边有一个秒表了 所以 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机会 能通过这个秒表 去植一下损 是比较关键的 那文文到底想做什么装备 杨刀吗 这里一个大招甩过去 甩空了 他想做啥 杨刀还是 我之前还以为 他要做智慧魔人 因为他很早就买了 一个小斗篷在身上 他应该想想出声音 这里又是抓到了 谢贵 估计重施来一波 这一波你是没有闪现的 能留住吗 直接留住 W定在原地 被一发暴军 狂击收下这个人头 所以我觉得现在 宝子应该 不能带线 带正本身来看 在上面直接放大招 想打两段Q过来 后续亮了一个TP 能不能收掉 最后这个秒表 是救了他一命 反身下来 Pers收到这个人头 刀妹有点想杀 但同时 Caps这边闪现一个W 晕住 后续没有技能了 也是不太能追上了 但是这一波 刀妹是差点 收掉了对方的 一个Yankos 但是Yankos 就给秒表 是救了一命 这里有Wonzer 然后有一个VN的话 打龙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有想法吗 这只能看 猪妹有没有机会 抢到了 血量降得很快 只剩下3000点不到了 猪妹必须过去了 猪妹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可能下去之后 自己再也上不来了 有机会吗 猪妹下去了 他交出了 自己的一个精神 这龙要被Rush掉了 最后被抢到了 最后抢戒下来了 抢到这个龙了 这一波很关键 不是 钻男是有惩戒的呀 刚才猪妹精神 他们直接Rush之后 可以直接惩死的 我觉得他们还是觉得 要么你就先等猪妹 就是精神好 就是苗表好了以后 先把猪妹击杀 你再继续打 要么你就直接击杀 然后就是继续打 然后先承接到他 然后再击杀猪妹 猪妹精神的时候 只有900点血 对 你再看一下 这部的一个回放 血量降得是很快的 就大概两三千点的时候 猪妹决定下去 然后交了一个精神 而且这波龙坑里面 是没有失业的 猪妹在这里 有一个失业 有一个失业 猪妹下去的时候 1200的一个血量 1200 然后最后交了一个苗表 精神1083 900点左右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Rush的 惩戒交就可以了 是523好像是 最后523的时候 被猪妹惩戒下来了 这个是钻男 自己犯了一个失误吧 他刚才有惩戒吗 应该是有的 因为最后打完以后 我瞄了一眼 是有惩戒的 除非是刚刚惩戒CD 不然的话 我想不到合理的解释 但这一波 拿下大龙Buff的话 只阵亡了一个猪妹 还是可以接受了 怎么办直接开刀 想上 但这边没有能勾到 反身的话 是被一个偷的猪妹大招定住 给一个回源之刃 但凯伯斯两个人 这里只有凯伯斯和江沟 但是两个人 就可以追着5个人看 同时中路猫咪配合上 别人是直接把烧血量 压到了一半以下 马上有一口红溪 血量回了起来 同时下路 分到凯伯斯的担任代线 现在三路齐开花 宇斯菲斯有点难以 守住这个兵线 同时上路这边 二塔还是想守 集结了三个人的力量 那中路和下路 这个高地怎么办 这也还可以 时不时去偷一下伤害 尽管说 这里拿到了大龙Buff 但是没有 一个前列强弩 勾到 留到了一个Mesro Mesro直接被 魔点冲 给留在了原地 就是给到派塔的一个大招 有点危险 将出了自己的苗表 但是这个月塔 感觉自己也走不掉了 卡姆使这一个E技能 上去一个Q能 刷到这个人头 同时拿下一个DWQ 这个时候Leader进场 还不错 收掉了派塔 这波能不能收割 最后卡姆还是带着猫咪 想继续过来支援一下 Q技能收掉了嫂子 那这一波的话 温者的这个位置 是自己有点危险的 但是队友是赶到了 自己的身边 温者最后是种花 是直接把嫂子给种死了 那中路的水晶应该是有机会 直接破掉 一波是比较困难的 一波就不用想了 先把高级塔破掉之后 先把水晶破一下 下路的话 这波也是得亏 没有大龙Buff 如果有超级Buff的一个加持的话 我觉得就很困难 窃取到当面的一个剑阵 这个剑阵有机会放吗 没有后续 亮起一个TP TP是来自于休尔的 还想要留人 直接反身给到一个剑阵 减速留一下 休尔开启一个狩猎 还要追吗 这个地方追不是很明智 战斗力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 在追的同时 中路这边的兵线 已经到了水晶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Miss Feast 如果说再继续追击的话 可能自己的水晶要掉 两波打下来 G2整体的运营和拉扯 给到了Miss Feast 很大的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 上波的一个回放 这一波其实 就是各双方都是用秒表在秀 无论是谁 这也先前着强路拉到打了一套 虽然交鼠的Q性能 对到位移 但还是被猫咪的一个 魔剑中山给留了下来 太阳给上一个大招 那没有办法 后续做一个拉扯 其实维尔只剩下一个 死血的状态 还好 这个地方应该是 利用猫咪给吸上来 但是后续刀妹的一个进场 是收下了两个人头 这里Wonder 最后也是一个种花 是把残血 死血的一个吸血鬼 直接给收下 是的 回看一下 最后 韩森尔这边 也是被Caf直接进场 一个Q技能 收下这个人头 这里是 怎么回事 他连续放三遍 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到这个金身 怎么回事 这个金身怎么再给 先防一塔再打VN 太坦是A了 最后一下A了一个金身 按了一个金身出来了 不伤大雅吧 反正 但我觉得这波 还是有一点 这个地方怎么守 你中下两路 都是一个裸的冰淫水晶 在这里 好在是刀妹 现在有两件套了 其实上一波的话 Leader的发挥 已经非常不错了 他进场是先把Pers收掉了 但是由于队友 没有太多办法 能跟上第一实验 已经正好情况下 他也没有办法进行收割 巨托继续带着兵线 去推中路的水晶 先把中路水晶推掉以后 再转下路水晶 没有任何问题 下路的水晶推得也非常快 这边推掉以后 Misfits有没有想法 想留人闪现外 直接晕住了这边 蜥蜴嘴被秒了 刀妹大放得不错 但是没有办法进场 猪妹被秒了 情况下 Niko是定住了泰坦 一个人正面这边 Pers一直在输出 Pay和Caps 又是收掉了刀妹 Leader再次倒下 奶爸在泉水门口 瑟瑟发走 最后被Yankos 又拿下这个人头 完成了一波 零换四 只剩下Hat Summer 一个人在泉水里面的 这一把又是要恭喜G2 顺利拿下比赛 是以6-1的姿态 完结了本场比赛 那基本上这些其实看到 从头看到我也都是一个碾压局 无论是BP方面的话 BP方面我们一开始觉得 最后一手蜥蜴嘴拿的是存移的 是的 因为我们前四手 其实前四手我觉得整体还是说 我觉得Misface的BP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是没有太大问题 倒是前四手看下来的时候 因为鳄宇最后一手 压箱底拿出来的嘛 是的 就觉得前四手看下很扎实 其实什么东西都不缺 但是我们到了最后一手 拿了一个蜥蜴出来强行补为辟 但是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拖慢了他们的一个发育期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G2 Misface在后面四五班的时候 搬掉了什么 他如果把班位给一首鳄鱼 会不会更好 因为他已经亮到了猪妹跟刀妹 他搬卢西安了 他搬了一个卢西安 他搬了一个卢西安 还搬了一个阿卡丽什么 对 他搬了阿卡丽 他先搬阿卡丽再搬卢西安 对 但这两点确实也放不得 对 你放了之后 对方的一个操作性太高了 你放卢西安的话 下路这局都拿维恩了 下路确实真的 对以前是很弱势的组合 是的 但是鳄鱼这个点 确实放出来以后 给她终上的压力太大了 前妻确实自己的几拨换线 导致说猪妹没有办法 能来前妻帮助刀妹去建立优势